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 Mian 我是Fienna 我是Mandy 我是Fienna 官方答案是因為 我是Fienna 她是Fienna 通常 人們叫阿Fee 她是Fienna 我就在想Mian Mian好像不錯 Mian you 她又有Mandy 我就在想 Fienna Mian Mian 官方答案是這樣 你的樣子很牽強 但事實上是發夢夢到的 我們為什麼會成團呢 就是公司有個女團的項目 她第一個找的應該是我 因為我剛剛大學畢業 準備要出Solo歌的時候 她就問我 你會不會想試試做女團 我就問還有誰 她說有Mandy 我本身跟Mandy都認識 網友 網友 然後我就問有Mandy 應該也挺好玩 我就說 好吧那做吧 一開始就只有我們兩個訓練 後來就有Fienna的加入 我入公司之前 其實都經常聽Fienna的歌 我經常跟她說 我從小到大 但其實我們是童年 一起長大的感覺 尷尬 好尷尬 是不是網上見面 網上見面 就是我們一起開zoom meeting 我跟她見面就好像沒什麼尷尬 因為我們一來就一起training 上課 我們兩個都不是一個懂得尷尬的人 我們都不懂得尷尬 其實我們的相處方法都很馬甩 但Fienna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因為我們兩個已經有我們的routine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是有一點尷尬 但是發現原來她也是挺馬甩的 而且也挺傻的 所以我們很快就能分開 我覺得我們是 雖然我們很粉紅 但我們又不是那些Q的粉紅 雖然很女生 但是那些是拿著窗的 要開窗 但是開個心給你那種感覺 對 就是Q著這樣 迎著這樣 跳入你的心 對 是嗎? 但其實我覺得我在韓國我們不太蠻 因為有一位人不流行 整天都要購物 即是他在韓國是可以每天都購物 他要走運整條街 他就是一個女朋友的角色 然後我就擔當了一個男朋友的角色 即是要找個位置坐在那裡就等他 我就是exactly坐在那裡 其實他不是那麼麻痹的 但他那個人就是non-stop 即是我們那時候已經一天十個小時了 我們可能只剩下那兩個小時的自己的me time 那我就逼我男朋友陪我逛街 那他去那邊呢 他就是繼續跳舞 即是他繼續在韓國的studio自己訂堂跳舞 那我們兩個就走完街回來 他都還沒回家 不是 我們兩個用好一點字 他陪我逛完街之後 回到家他都還沒回來 那我們就要打電話給他 因為擔心韓國自己一個女孩子 我們就好像媽媽一樣 爸爸跟媽媽 你幾點回家啊 記得坐的士啊 有沒有錢啊 他就要說 我買了飯 我們買了飯 給了飯糰 回來記得吃 對 首先我要說一下這兩位的 生活治理能力 真的有點問題 那我作為女朋友 就要照顧我的男朋友 然後呢 因為我們有一天是每天都要跳舞 那跳舞呢 自然就會出汗 那我就習慣呢 我在家都是每天洗衣服的人 我穿一次呢 我就要洗的了 那這兩位呢 不是我們 等一下 我先拿走我的咪 我們兩個都會洗衣服的 是不是 當然啦 怎麼會不洗衣服的 所以呢 其實只不過我們先待著 對 待到我們覺得是需要洗了 我們就先洗 那我們不是不洗衣服 沒錯 我每天洗的嘛 好 澄清完畢 法官大人 那洗衣服啊 摺衣服啊 浪衣啊 還有分回衣服就是我的職責 每一天 我是收納大師 買完東西就入櫃入櫃 因為我有點強迫症 一定要整齊的 我是保鏢啊 是啊 我是保鏢 我真的是保鏢 因為我們第一間住那裡 樓下是很多 就是比較多 就是喝酒的地方 所以比較多喝醉的人 然後我帶著和你們兩個 有時候走回家 有時候練心情很好 很厲害 然後我會很擺起寶錶款 因為我就是覺得 好呢 由哪 Re wen Staff过去搞啊 我們 einfach取出兩個女的 我還是兩個女的朋友 我還是保護她 我也是保鮮 是體力擔當的 你記不記得我們搬行李箱嗎? 我們要走樓梯的 要走兩層樓梯的 但是沒有升降 因為我搬了一隻手已經穿了 一他搬了一隻手就 啊!很重啊! 你很痛啊這隻手 可以一起幫我搬嗎? 衣服吧 我們有多少就有多少個了 我想不是因為 因為他就是唱歌擔當 他就是跳舞擔當 但是我什麼都不懂 我什麼都靈 所以我就是 唯有在體力上貢獻 因為我手長腳床 剛剛都有比較過 我說我是有時差 例如你當160的人 蹲下去 我用我的腳比較 跟我177的人蹲下去 距離大概是這裡 跟這裡的分別 所以那個時差上 就好像別人在香港 我就是在日本 就是永遠的動作很慢 而且唱歌也是 我問他很多 因為我沒有進入錄音室 一進就進入韓國 我覺得是 我還是覺得唱歌比較難 不是因為跳舞 其實有點像打籃球 有些像我只要用 肌肉的記憶 你也說我用肌肉的記憶 就會記得 可能做1000次就會記得 雖然唱歌也是 但有時有些氣 又要說什麼吸氣 又呼氣 好像多一些技巧 那又沒有 可能我 可能我是天蠍座 我是那些 什麼都新來的就試試 雖然我覺得吃力 什麼都零開始 但我又覺得好玩 我喜歡玩 跟打球一樣 都是學回來的東西 我覺得回到來 挑戰性最大 對我來說 是唱歌的 因為始終 COVID的時候 我是要ZOOM上課了 其實都很效我的耳朵 以及去理解老師的能力 跳舞其實 都是有點新的 因為我始終跳開的舞種 都不是現在我們 可能 YEAH 這樣深深那些 所以都是要適應 但是過程我也很開心 因為有兩位陪我適應 一定的 對 就是說沒有壓力 都是壓力的 但我覺得 反而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始終我新人 如果沒有人在我身邊 陪我一張白紙 可能 不知如何去吸收 和適應 所以我有機會 就可以問到兩位 其實對我也是一個定心軟 因為我自己跳舞是不擅長的 唱歌因為有經驗 所以反而不放 跳舞就是第一次 我以為自己認識 但結果我不會 我以為自己的體能很好 結果我不是 我完全是一個運動白癡 但兩位就是運動高手 他們的體能是瘋的 我們每次上跳舞堂 都有一個小時做體能 這位可以做三分鐘平板子撐 我30秒已經正在抖 而且正在跌 正在叫 正在叫 所以有時候 未夠一分鐘 我就已經跌了下來 我立即重新做過一次 但不是只有我自己 他們兩個要陪我 我每次都很內疚 總之一開始 在跳舞方面 有一個很大的壓力 基本上每次跳完都會哭 有一次我真的很不開心 我很累 我坐在地上跟他說 我覺得我真的不行 我不想 來來 爭執 然後他就開始說 你什麼不行 你可以的 明白嗎 不行的 因為我的人是由始至終 對所有人都是平等 我就是覺得你真的做到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做到 所以當他說他自己做不到 我就不可以 怎麼無端放棄 放棄自己 然後我又撥回去 我都說我不行了 然後他就說不是啊 你可以的 然後我們就反反覆覆 這個對話大概十分鐘 但是我真的很開心 有他們兩個陪我 因為如果那個堂 只有我自己一個想 我想我一早已經放棄了 因為我在體能上 真的沒有什麼意志力 因為我很感受他們的位置 他們什麼都願意做 還有什麼都不管做了 譬如 有一次他進入錄音室 我說你不怕 你不要說你了 我去韓國錄音室 我也害怕 然後他說 不懂就做 做錯了就學 學完之後就再做 他這句是很inspire我的 我就是那個狀態 我不懂 那我就學 我學完做不適合 就繼續學 因為我很容易會肥 可能吸收很好 我需要很大量的運動 去支持自己 而且我也喜歡做運動 我經常覺得自律是買自由 因為我自律 所以我才可以吃到想吃的東西 我最肥的時候 其實都重 現在十幾kg 因為其實 事源是我以前都跑田徑學界 其實都經常舉鐵 所以身形會比較高 因為肌肉比較重 事後加入這個項目 我才覺得 OK 我要去調整肌肉 這樣 有一個漫長的階段 兩年 兩年運動選手 再加一個平常人 有沒有經歷到你 是嗎 是沒有 你說 不是 他在韓國 因為我跟他都是買雞蛋 雞肉 我們去健身 我們兩個早上去健身 然後他默默叮了一個 carbonara的pasta 背面 然後加一個什麼 我忘記了 加起司 我是惡魔 因為他們兩個可以不吃東西 他們每天吃的就是雞胸和雞蛋 人生的樂趣在哪裡呢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已經做了一天的工作 你很累 那你在韓國 你不出去餐廳吃烤肉 吃點芝士拉麵 吃點蘸餅 你都對不起自己 所以我會 我的職責就是每天 找好的餐廳 帶大家過去 那你們就 那些雞蛋可以各自在一個雪櫃裡 那你每天吃完一肚餓 你吃就沒問題 但是 正餐都一定要吃 就是獎勵 我們沒有 你們嘗試過 我們有沒有嘗試過 有啊 然後 默默地 拿完放在桌面 然後就拿個杯麵出來 這樣 不是啊 我們兩個拿完 你怎麼騙牛油果 你怎麼騙牛油果 有一天我煲湯 是呀 海大湯 有一天我們煲湯 那天是唯一一天 你都吃得很清 哈哈 我們絕對是有成功被他拉出去 但是 一真的因為他 所以我們才吃得多了很多韓國 真的 好吃的東西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呀